Hello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4月1号ROG也来凑热脑 发了个微音掌机新品的预告 结果出乎意料了 它不是愚人姐玩笑哦 随着媒体们陆续发出工程机的测试视频 ROG也要入局了 目前只知道ROG iLite使用AMD定制的APU 16比9轻轻吨屏 分辨率1080P 刷听率可达到120Hz 15W时性能约比Steam Deck高50% 35W的性能约达到后折两倍 支持通过显卡屋进一步扩展性能 重608g 采用双分散散热 据称运行噪音比Steam Deck还要低不少 其实我最关注的是实际用起来的体验 但不管怎样 关键是根据爆料 这款预计10月发售 起步价海外可能是650美元 国行6,466块 我得先强调一下 这个价位老实讲 依旧是相对小众的产品 但我觉得只要ROG这波不是玩票性质 绝对是个好消息 后面我会详细聊一下个人观点 主要是前两天 看ROG iLite相关视频 评论区又有不少 我要老任或Steam Deck要有压力了 或者某某爆杀某某 还有到底他们算不算 在一条赛道竞争等等的争论 正好Switch就不用讲了 是我这几年几乎天天会随身带着的游戏设备 去年年中开始 5825和6800的Win掌机我一直在用 Steam Deck音乐到手后也用到现在了 就是论事先讲自己的结论 至少按我的使用体验 目前这些掌机产品起码分别是三条赛道的 Switch和Steam Deck分别各一档 其他Win掌机 包括还没正式发售的ROGi-Lite在一档 哦对了 这段时间关于索尼家代号Q-Lite的掌机传闻也蛮热门 不过这款据称是用来串流用的 那又是另外一码式了 现在有了这三条赛道 我们洋洋展开了 先讲Switch 网上拿Switch和Steam Deck Win掌机在内对比 评定最多就是它的性能 这点我讲句公道话 Switch是真比不了 但先不说主掌机无分切换 就讲作为主流游戏设备的其他方面的 一是价格 都先不论少数时候的高货低价 Switch价格平稳时约2000多点 我身边正好有两个朋友 近期换了OLED版都是1800 还有纯掌机的Lite更便宜 目前主流Win掌机起码4000多起步 Steam Deck64G版 在价位上算是最接近Switch的 网上看大家讨论 往往会有一种 一两千差价都不算什么的错觉 好吧 至少对我来讲 胖开会做做视频的需求 将内存卡3000多的Steam Deck 一有预算我就买了 毕竟喜欢用掌机玩游戏 但4000朝上 甚至6000多的Win掌机 买得起我也用不舒坦 太贵了 二是在相关视频评论区 经常会有朋友提到独占游戏 这部分其实包括以红绿帽 和游戏IP里最会抢钱的黄耗子 为代表一大堆任系独占 还有不少第三方 围绕老任平台 量身打造特色作品等 每家游戏大厂 有着各自的风格和受众 但只要你喜爱这种 主打游玩乐趣类型 Switch依旧是第一选择 除了价格和主打游戏阵容特色 还有一点 掌机的日常和长期使用体验 包括以往传统掌机和Switch 用过的朋友们应该会有经验 从方便携带 随着水滴想完事 拿起来激活下就行的便利性 到主打阵容的游戏节奏 绝大部分作品 画面信息和文本量 适合在小屏上看 以及续航发热等综合表现 结合了许多创意功能 Switch其实已经不算传统掌机了 但这部分的体验 依旧是到位了 比如它自带两只Joycon 除了能拆下组成一副手柄 或用来玩一些体感创业游戏 还能和身边的家人朋友们分享一起玩 Steam Deck和Win掌机 当然也有很多本地多人的游戏 在外出时得多带两个手柄 反正我是从没用它们和朋友共斗过 更别提Switch正因为卖的多 市面上保有量大 如果有同好机友 大家还能很方便的面脸 很多游戏大家一起玩 真的会更有乐趣和热闹 Steam Deck其实某种程度上 和Win掌机能算是一类产品 但它的起步价位 而且和SteamOS系统带来的使用体验 与目前Win掌机那档 又有的明显差异 比如之前网上 有很多6800U暴杀SD 现在成了ROG这台 只要价格属实 又能暴杀SD论调 这样吧 假设现在出来一台性能比SD高 价位又比它更低的同类产品 哎 一下子比SD更热门了 猜猜看同行里笑得最开心的是谁 可以这样讲 微软不入局 目前维社是唯一一家 有动力亏本赚吆喝 用比较实惠的价格 来引导这部分市场公司了 就评有的Steam平台这一点 微社可以不禁硬件与研发成本 来为这个市场铺路 还有扩大生态 若觉得厂家和成熟产品 它巴不得越做越好 还是按掌机来讲 SD3000左右的起步价 不算很便宜 但得要对比同类产品 至少我觉得SD降低了门槛 让这个市场慢慢向主流靠拢 并且通过与有的庞大资源和社区平台 深度结合SteamOS系统和对应的优化 对其他厂商也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讲个笑话 我现在就等着小米入局 广告词都想好了 年轻人的第一台Win掌机完美啊 我故意把SD放在三条赛道当中那档 凭借入门价格和SteamOS 前者让我觉得这才是个 能放开了用的游戏掌机 而原生系统下SD 虽然牺牲了部分开放和游戏兼容性 但只要您愿意SD也可以刷Win系统 不过我自己用SteamOS到现在 作为掌机玩游戏的便利体验 与长期实用性 这些综合感受上 我觉得强于其他Win掌机 比如都自己长期用下来经验 现在主流Win掌机和SD 都能在游戏中一键待机和激活 但SD是最好用的 虽然也偶尔会遇到bug 而Win掌机待机的问题更多 这一点会严重影响我的外带欲望 还有游戏预设和通过调功耗 提升续航 比如不怎么吃性能的游戏 SD能很简单调整功耗和性能 大幅延长续航时间 以及用扩展物连接显示器和电视等 原生系统下SD都更方便和好用 Win掌机的价位就够单独放一档了 毕竟得靠硬件盈利 我对这类产品一直的态度是 他们能丰富用户的选择余地 我自己一凑打游戏 只看中掌机玩游戏方不方便 最好便宜耐操点用起来省心 但肯定也有预算充足的玩家 更做出外观设计 屏幕观感效果 更好的性能操控 甚至自带键盘等等 又不是讲市面上出一台 我们就得要买一台 按需按预算购买 多个选择难道不好吗 从市场角度 虽然我不认为本期讲的这些掌机 是同个赛道 但他们彼此有了一定的促进 比如Switch的用户量那么大 肯定有相当一部分玩家 不是只冲了第一方和独占 这两年除了Switch独不占的游戏越来越多 我相信同时有Switch和SD 或Win掌机的朋友们肯定清楚 但讲性能表现 很多第三方甚至独立游戏 在两边都有明显的差别了 Win掌机就目前的价格和易用性 对老任这部分市场受众影响 不会这么明显 但Steam Deck是个市场信号 老任下代产品毕竟是要卖几年的 多少会考虑把硬件好好提升一下 应该吧 我想到王国之类估计又能拉一波Switch的销量了 下一代什么时候出吗 我再强调一下 就自己用SD和Win掌机到现在的经验 对于喜欢玩游戏的一般用户 如果不明确自己是不是只需要台 主打玩的方便和自由掌机 他们我都不建议作为主力游戏设备购买 正常情况下SD和Win掌机 更适合作为一个补充 让你无论在家里还是户外 随时随地想玩是方便的游戏设备 所以经常也会看到很多朋友评论 比如几千块Win掌机 我干嘛不买台游戏本 最底谱我还看到过不少讲入门版SD的 其实有这个想法没毛病了 说明目前至少玩的方便 并不是你的强烈需求 就是论识的讲 微社降低的用户购买的门槛 又一个相对实惠好用的产品 让更多喜爱掌机的玩家们 能拿在手里玩各种PC端的游戏 而对于他们这种公司来说 扩大市场建立生态更为重要 其他Win掌机起步价高 但性能外观和其他一些功能上 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ROG的入局还是那句话哦 只要不是来玩票的 说明这块市场已经开始吸引大厂的注意 爆料的价位按掌机来讲依旧不低 但足够引起现有一众Win掌机厂商们的重视了 本期是有感而发 我个人非常欢迎一下ROG这样的厂商 推出Win掌机 老实讲看到新闻蛮开心的 本管买不买 能搅和下价格 促进同行推出更成熟 更有性价比的产品 还有吸引更多老牌厂商入局就行 别再动不动某某爆杀某某了 我相信爱玩游戏的朋友们 你现在可能正拥有Switcher或PC或PS5或Xbox SD等 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平台 讲真啊 你真的希望他们某一家很扫业界 掌机领域只剩个老任 订阅制只有微软 你确定真的好吗 打得越激烈 搅局的越多 并且良性竞争 我们应该越开心啊 呃 应该不会有哪家厂商人在看这期吧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最后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或者收藏 我们下期见 拜拜